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会去平时不常去的地方 做平时不常做的事 每天的晨跑都格外的有动力 你会遇到同样带着狗狗跑步的朋友 很多都是从偶遇的新朋友 到熟识的好朋友 而且跟狗狗一起生活的人 会让人觉得更加亲切 容易交往 初次约会 狗狗可以帮助打破尴尬 让你个人魅力倍增 即使你是个不善交集 性格内向的人 有了狗狗的陪伴 也不会感觉到孤独 那么 为什么要用领养狗狗的方式 代替购买呢 因为 领养的狗狗 都是被救助的流浪狗 他们被前主人遗弃 有些 甚至是刚刚出生 就被扔进垃圾桶 也有从城市打狗队的棍棒下 和狗肉屠宰场 死里逃生 这些狗狗被救援之后 会接受体检和治疗 来救援中心领养时 你有机会接触到性格各异的狗狗 在它们之中 你的选择范围更大 选择适合你生活方式的狗狗 感恩你的领养 全部爱心和责任心 每当有一个狗狗被领养 救助中心就会多出一个空位 来容纳更多被救助的狗狗 你领养的狗狗 经受过流离失所和各种伤害 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它的感激会用一生的忠诚来报答 这样的互相尊重和信任的朋友 是每个人都期待的 被救助的狗狗 除了在救助中心接受体检和治疗 大多数在被领养前 已经受到社会化训练 包括禁止随地大小便 不能乱叫 不能扑咬陌生人等等 它们对人和其他动物都非常友好 所以 当一个狗狗被领养 带它社交 分享它的故事 会带动更多的人来领养被救援的狗狗 关注流浪和受虐待等 改善社会环境 维持社会关系 大多数救援机构 有社会或者企业的捐赠 因此 领养一个狗狗的花费是很少的 领养手续也在机构中合法办理 在纯种繁殖员购买并没有什么不好 前提是 商业繁殖员的主人尊重动物 对它们有足够的关爱 管理科学 条件良好 但是 因为利润的产生 使得很多繁殖场过度繁殖 繁育犬终生都被关在笼子里 唯一的任务就是繁育犬 无间断繁殖对狗狗健康造成很大伤害 对社会也带来很大负担 而被救助的狗狗 除了已经打过疫苗 也大多接受了绝育手术 所以 请大家领养代替购买 领养狗狗不是意识冲动 但是 领养了狗狗之后 你会因为狗狗的需要 而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 过量饮食和作戏习惯 领养了狗狗之后 每天与狗狗的定时 定量的运动 会成为新的健康生活方式 领养了狗狗之后 你多了一个倾诉和依偎的朋友 无论是焦虑 还是开心 都有心爱的家人 一起分享 领养的狗狗能够体会到你的爱 它们独特的爱你方式 就是永远的不离不弃 如果你想体会一下这样的感受 欢迎成为我们的寄养家庭 对狗狗短期的照顾 也会看到 爱 向你飞奔而来